请听盗墓笔记之《弥海归巢》 作者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健龙演播 第十三集 胖子说起昨天晚上的事 和我推测的也差不多 昨天他们首夜的时候 逐渐的发现自己看不见了 胖子就想起了我的话 一下子意识到 可能这雾气真的有毒啊 就立即去找防毒面具 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 眼看就完全看不见了 他急得要命 他和闷油瓶就先用淤泥 弄湿毛巾捂住鼻子 这还真有效果 后来他们在其中一个帐篷中 找到了几个 刚想戴上 闷油瓶眼睛看不清楚 就被躲在背包里的舌给咬了一口 好在他反应极快 立即凌空捏住了舌头 但还是被咬到了 立即手就清了 但是因为注射的毒液量有限 闷油瓶没有立即避命 他们简单处理了一下 这时候胖子听到我在叫 立即就戴上了防毒面具 先到我这里来 在帐篷外面 他就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四周建筑的缝隙里 出现了大量的机关蛇 这些蛇全部都躲在缝隙中 既不出来也不进去 就看到那些缝隙里面全都是红色的灵光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所以他立即回来 给我戴着防毒面具 然后返回照顾闷油瓶 将他扛回来 在中途 他看到了一幅奇景 无数的机关蛇 从缝隙中拥出来 逐渐盘绕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坨巨大的蛇丑 好像一团软体动物一样 有节奏的行进 动作极其的快 好像海里那种巨大的鱼群一样 胖子说呀 妈的 这肯定就是他们运送阿宁尸体的办法 你胖爷我还真想不通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蛇巢啊 简直就是一个整个的生物啊 奇怪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里破坏成这样呢 他们肯定是能知道我们的存在的 但是因为帐篷上有了淤泥 所以他找不到我们 这些到底是畜生 最后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我听了之后咋舌呀 胖子立即说 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今天晚上他们肯定还会来的 我们必须得走 而且离这里越远越好 他问我能看清楚了没有 我点了点头 他就让我马上去收集这里的食物和物资 点齐之后打包 到中午的时候 看他们两个的状况 再决定去哪儿 我听了苦笑一声 但也知道这是必须要做的 现在不知道蛇走干净没有 所以先休息一下 等太阳出来了 才开始翻帐篷的废墟 把其中所有可以用的都拖出来 他在这里照顾他们两个 收集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食物 我找到了大量的压缩饼干 都堆在一个袋子里 后来又幸运的发现了一袋罐头 有车的时候 阿宁他们也带着罐头 不过因为要探路 罐头太重都丢在谷外了 进林子后 一路过来都是吃轻便的压缩干粮 吃的嘴唇都有点起泡了 没想到三叔他们还带着这些好东西 真是不辞辛苦啊 不过带这么累赘的东西 不像三叔的性格 野战罐头非常接近正常食品 一般都是高蛋白的牛肉罐头 金枪鱼罐头 或者是糯米大豆罐头 这些东西吃了长力气 而且管饱 不容易饿 我招呼胖子 问他要不要 胖子一看就摇头说怎么带呀 不过我们可以立即把这些都吃了 看了看罐头的肿类 他直流口水 哎呀圣母玛丽啊 你三叔他娘子真是个爷们儿 够品味啊 我继续搜索 找干粮还有容器 我们需要东西装水 翻出一只背包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有一张他家人的照片 这人我没见过 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 他老婆抱着孩子 靠在他身边 照片拍得很土 衣着也很朴素 但是看得出他相当的幸福 我有点感慨呀 心说这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要是死在这里 他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干这一行的人 生生死死太平常了 何必要去耽误别人呢 又想到阿宁死在了路上 还有吴老四 和那些在魔鬼城里死掉的 这些人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死的呀 一想就想到自己了 不由得自嘲 他娘的 如果当时不跟队伍过来 我现在应该在我的铺子里 上网吹空调啊 有脸说别人 也不想想自己 收集完了 我边轻点 边心绪万千 全部打进包里 做好已经是中午了 胖子想立即开路 但是闷油瓶和潘子的情形 都不是很好 潘子一直意识模糊 都没吃过东西 我们喂了水 从他嘴唇下去 闷油瓶一直清醒 但是身体乏力 站不起来 还好手上的青色 已经退去 这下非常麻烦 我们不可能背着两个人 又带着这么些东西 离开这里太远 闷油瓶就指着一边的神妙 虚弱地说 到里面去 离水源远一点 我们一讲也是 这些石头的缝隙下全是水 和沼泽相连 难怪这些蛇全从缝隙里出来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先把东西往里面运 神庙完全坍塌了 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连门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随便找了一条回廊进去 就发现 其内的空间还是相当的大 这建筑本来应该有两层 地下的一层破坏严重 但是上面一层还能看到当时的结构 都是黑色的石头垒的 不高 但是之间有很多非常精致的石柱 两层之间本来不知道靠什么通途 但是现在坍塌下来的东西 已经成为了一条陡坡了 我们爬上去 进入到一间基本完好的石室内 能看到下面的营地 东西搬完之后 就把潘子和闷油瓶也抬了过来 不过此时闷油瓶基本已经能走动了 太阳犹如催命的魔咒 我感觉时间非常快 昨天的恐惧和梦魇还没有消退 等我回过头来 又是西晒太阳了 黄昏马上就要到来了 白天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休息和停止 我看着树影猙獰起来 就觉得一股无形的压力逼来 绝望 这真的有一丝绝望的感觉呀 有个声音好像在我脑海里问 顶了两碗 今晚能继续熬过去吗 我们几乎把所有能用的东西都搬了过来 还准备了几桶淤泥 不敢点大篝火了 做了一个小炭堆 晚饭 胖子煮罐头 也不敢在里面煮 把灶台搭在了废墟的外面 我们估计那些蛇肯定会在雾气弥漫之后开始活动 所以黄昏的时候并不慌 我帮胖子烧饭 闷油瓶在上面帮我们望风 但是胖子动作很快 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开完罐头就在边上发呆 胖子最烦我这个样子 他说我呀就是个林黛玉 整天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这人世间的东西哪有这么多好琢磨的 没心没肺的活着 也是蹬腿死 你机关算尽了也是蹬腿死 反正结局都一样 你管中间那个羁绊干什么 我听了有点意外 胖子竟然会用羁绊这个文邹邹的词 正琢磨着的 我就听到胖子叫我 喂 你看小哥这是干什么呢 我回过神 抬头看到神庙内的闷牛瓶 正在用什么东西擦上面的石壁呢 就叫道 怎么了 闷牛瓶没理我 继续干着 也有可能是没听见 我这里的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也来了兴致 放下罐头刀就爬了上去 从神庙的回廊绕到他身边 就看到他正在用篝火堆里的碳 抹墙壁呢 好像是想踏印什么东西 我问他干嘛 他指了指边上的石头 我刚发现 墙被涂黑了一大块 我用嘴吹了一下 发现这墙壁上 有着几乎被磨平的浮丢 在日光下 基本看不见 只有涂上碳粉 才会有阴影出来 还能分辨一下 他说着 又从篝火堆中 剪出一块的涂抹 黑色的碳黑 抹成岩石 光影变化 我晃动了一下 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石头上的浮雕显现了出来 第一眼 我便看到了大量的蛇 很难分辨了 光影传动 蛇影飘忽 好像是活的一样 闷牛瓶继续涂抹 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幅 古老的浮丢 出现在这里的岩石上 这么多年下来 依然形神俱在 在闷牛瓶的涂抹之下 如同魔术一般浮现了出来 他涂抹完后站立不稳 我立即扶住他 看了一遍 他说 这里讲的是那些蛇的事情 讲的什么呀 我因为不是很能看得清楚 所以就这么问他 一下子没法看懂 他慢慢琢磨呀 对于这些 我很有兴趣 而且一路过来 也实在没看到多少 关于这里的历史遗存 对于这里一无所知 就是导致我们现在 这种境况最直接的原因 所以我移动山子 寻找着最好的角度 下了功夫仔细去看 一幅一幅看过来 全部都不知所云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浮雕上表达的东西很多 有的似乎是祭祀 有的又似乎是一场仪式 要说还真说不出什么来 半猜半琢磨的看着 感觉有几幅啊 似乎是在说这里的先民 供奉着这些带着机关的毒蛇 他们将一个一个头罐 丢进一些孔洞里 好像就是路上看到的 那种带着方孔的石塔 大量毒蛇开始钻入破碎的头罐 有祭祀在主持仪式 很多人跪的四周 原来这些祭品 祭祀的就是这里的蛇呀 难道这里的人 把这种毒蛇当成神了吗 不过这倒不稀奇 毒蛇崇拜非常的普遍 古人不知道毒蛇的毒性 只知道被咬一口之后 就会死去 看着这么小的伤口 致死人命 都会认为这是魔力所致 所以中国少数民族里 有很多都崇拜蛇 这些机关蛇 可能喜欢食用识别王的卵 不过识别王的卵 应该毒性剧烈 那这蛇和识别到底哪个更毒一点呢 闷游瓶移动身形 边上的浮雕 是很多拿着长矛的人物 和仙民打扮的厮杀在一起 很多人的身体被长矛刺穿了 似乎是一场战争 战况 看来对西王母国这一方不利 因为西王母的人数 显然比对方要少得多 而西王母国全部都是步兵 对方的队伍中 还能看到骑兵 敌方的统帅 在队伍的后面 坐在一辆八匹马拉的车上 浮雕里不见西王母的身影 所有的浮雕造型精致 连五官都细致地描摹出来 唯妙唯孝 显然出自顶级工匠的手艺 闷游瓶难难地说 这是战争啊 看来西王母国被侵略了 而且对方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文明 有可能是楼兰 或者北匈奴 这些人看不出服装的款式 不过兵器的样子 形似中原 应该是楼兰的军队 这个在战车上的 应该是楼兰王吧 说完了我感觉很有道理 但是闷游瓶却没有注意我的话 而是用手摸那个战车上的统帅 皱起了眉头 我心说 怎么了 他忽然抬起手 指着那敌方的首领 这个 我认识这个人呢 我愣了一下 心说你认识他 他是你二大呀 闷游瓶随后说了一句 我立即意识到 自己理解错了 这八匹马 这个人是周穆王啊 周穆王 就是写穆天子砖的那个 周穆王的传说 我也十分熟悉 在来之前 那批人经常提到 穆天子传说 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族之士 架上赤鸡 稻黎 白衣 玉伦 山子 渠黄 华流 绿尔等骏马 由造父赶车 博妖座向导 从宗州出发 越过张水 经由河宗 杨渝之山 群渝山等地 西至于西王母之邦 和西王母 厌隐 仇座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是坐着八骏马 来西王母公旅游的 当时被西王母盛情款待 不过从浮雕看来 这穆天子 不像是来旅游的 难道传说有误 当年周穆王 确实来了西王母国 不过 是来打仗的 我立即 继继续看浮雕 下一幅画 就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周穆王的军队 杀进了一座宫殿 画面上出现了很多舌头人身的女人 他们将一种东西倒入了那种塔的孔底 接着 无数的机关蛇 从塔里爬了出来 和周穆王的军队 撕咬在了一起 看到这里 我立即明白了雨林中这些石塔的意义 看来当年周穆王确实进攻过这里 但是被这里的毒蛇打败了 可能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 他编了那个故事 这些毒蛇保护了西王母国 难怪他们会把这种蛇 当成神一样的饲养 这好比满族人不杀乌鸦一样 想了想 又觉得不止这样 看来这些石塔下面肯定是相通的 蛇就生活在城市下面的通道里 被人们用人头来喂养 而遇到危险 就用这种东西把蛇引出来迎敌 这是设计好的防御方式 这种蛇这么毒 速度又快 谁也挡不住 也就是说 人生活在城里 蛇生活在城市的下面 现在人全死了 蛇就到了地面上来了 这西王母的文明和亚马逊人比较像 那边用食人鱼防御敌人和猛兽 他们也祭祀食人鱼 用活人和活动物 这里用人头 再往后看去 越看越符合我们推论 我脑子对于这里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 正暗爽之间 门游屏的视线停了下来 看到了这块石壁最中心的部分 这里的浮雕是一幅巨大的圆形图案 显然是整片岩石石刻构图的中心部分 上面雕刻着一条巨大的蛇 被许多小型机关蛇包围入 互相搏斗的场景 其中那条巨大的蛇 缠绕在一根巨大的树木上 机关蛇犹如装饰花纹一样 缠绕在它四周 这是那种双林大莽 和这里的机关蛇在打斗吧 看来在西王母时期 这里已经有两种蛇了 这种双林大莽 可能是这里机关蛇的天敌 温牛平听我说了 摸了摸了石刻 摇了摇头 不对 这是交配啊 啊 交配 我愣了一下 有点无法理解 想了想 才明白它的意思 哦 你是说机关蛇和这条双林大莽 在混种交配啊 可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蛇呀 而且体型相差这么大 怎么交配啊 你知道什么是老宝吗 啊 老宝 我听了莫名其妙 心说他怎么能突然问起这个呢 这老宝就是开机院的呀 那是一种戏称 老宝 其实是一种鸟 古时候有人发现 老宝这种鸟 只有雌鸟 没有雄鸟 它们要繁衍后代 可以和任何其他品种的鸟类交配 为万鸟之妻呀 所以人们就用老宝来代称人尽可夫的妓女 然而 事实上 古人对于老宝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老宝其实是有雄鸟的 但是这种鸟类 它们的雌雄个体差异太大了 雄鸟比雌鸟大了好几倍 所以就被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 鸟啊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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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